那我接下來想抽的這個呢 是另外一個領域的 好 政治問題吧 我想抽韓國瑜跟江啟臣 能不能過關 好 我們這樣三張一起看 因為我們那個 每個題目老師都不知道 所以接下來這題是不甘老師的那個 也跟老師的立場沒有關係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接下來想抽的這個呢 是另外一個領域的 好 政治問題吧 我想抽韓江沛是不是會過關 哈哈哈哈 所以你管太誇張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還沒抽川普會不會選上 欸 我跟妳講可以講嗎 為什麼不能講 欸 川普會上 哈 川普 哈哈哈哈 我都還沒抽 你就說 川普會上 川普沒上你就知道戲了 你就說拜登拜拜了這樣 不是啊 因為我跟妳講 因為我們這種人你知道嗎 有時候在家沒事你知道嗎 你沒事 你在家沒事 你就 邊看新聞然後 邊在補瓜是不是 就是在 在玩 玩圖羅牌 所以已經幫川普算過了 川普 所以我根本就跳過了 川普一定會上 怎麼可能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拜登是 拜登好像是天蠍座 川普好像是雙子座 那麼我有看了一下這個 川普的命盤在2024年的11月 就今年年底 就是四個字叫 潑天的富貴 潑天的富貴 他都已經離開白宮 還能夠再回白宮 還就是潑天的富貴 就是說非常好的意思 哦 然後但是那個拜登就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就不幫川普問了 因為艾菲爾老師都幫你已經算好了 所以 有什麼關係 如果真的是川普的話 我就請你 這會不會幫我們撿到美國白宮 這段影片 結果在美國那個CIR來調查 調查我們幹嘛 怎麼這麼準 你本來就很準 從剛剛到現在 你的所有的牌都準到嚇人 那現在韓江 韓江 韓國瑜 會不會過關啦 會不會過關啦 對對對 來抽三張 哎呦 我好害怕 我也害怕 你怎麼不跟剛剛商量一樣 你有起甘情嗎 有有有 你真的有起甘情嗎 聽說2月1號就要那個 是啊 那沒幾天的 所以今天你翻兩燈眼 要躲起來是你喔 好你趕快來 你趕快 我等一下下通告 我要回家了 你要回家然後躲到 2月2號就出門了 對對對 不敢看清了 我是從這裡抽三張還是這樣 我們剛剛洗過了 不用疊喔 就是你抽 先切牌一次 好好好 跟剛剛是一樣的 是 操作一樣 好 這次立法院政府院長呢 韓國瑜跟江啟臣 能不能過關 好 我好害怕 我終於有一些掛礙了 前面那幾個我都不甘心 跟妳無關就對了 對啊 怎麼辦怎麼辦 我要是沒抽到好的牌 我那個無顏見 江東復老耶 江東復老 我們今天中天的那個 粉絲也在介紹 對啊 所以我就說 我也很愛看中天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說 我們兩個是不是要躲到 2月2號再出來 還是我們把這牌封存 然後下次再看 直接下節目這樣 那你要封存60年嗎 有何不可 好吧 蔡英文都這樣幹了 來來來 好來來 第一張不錯 來來來 第一張是什麼 貓頭鷹 這張牌叫做女技師 前面一點 冷靜的意思 我們那個放大一下 女技師 女技師 這張牌叫做冷靜的意思 也代表智慧 那麼我是覺得說 那就是有希望 好再第二張牌 第二張牌 皇后牌來看一下 是皇后嗎 寶劍皇后 菜刀斬亂馬 黑豹 這個就是說要快 就是說這個名額 你是說要把另外那個 想參選的那個 副姓立委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 我又沒有 這我講的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說 作戰 這個事情就是 冰桂神術 哦 果然果然 冰桂神術 他們是第一組宣佈參選 冰桂神術 第三張 哎呦好可怕 好害怕 這什麼東西 這個是一隻鳥 紅色的鳥 這個是權杖六號牌 權杖六 但是它是倒牌 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 我們這張三張一起看 那個百分之七八十 八九不離十 應該就是寒江 怎麼說啦 就是說 內部一定會有人 就是說 你知道二月一號就見證章了 沒關係 如果真的是寒江 我們這個 點閱率會非常高 會一直流傳 如果不行的話呢 我們也是會被大家追上 下次又畫 下次又邀那個小孟來 哈哈哈哈 他來過 他來過 哈哈哈哈 好啦 小孟老師都不見了 你看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這個老師這個 這個淘汰率也是很高 好啦 這張牌的意思就是說 內部呢 可能要團結的部分 要 要 要加強 有八樓 有八樓 那個就代表 但是我覺得 應該八九樓的意思 因為這兩張牌 因為這兩張牌 這兩張牌是很 能量很強的牌 尤其是這張牌 這張牌 哪一張 這張 它是寶劍的皇后 這張黑豹 就是說 它在狩獵的時候 其實就快很準 對 所以呢 我覺得應該是說 這兩個 韓跟薑的搭配 絕對是 就是要做出那種 雷厲風行的這個 是 一些作為 就有老師說的 冰櫃神術 冰櫃神術 而不要給人家說 好像是說 好像手鴨湯這樣子 那你不要 你不要 你讓我 我讓你 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要 快刀斬亂 不要在那邊 拉來拉來拉去拉來 要扯扯這樣 不要黨內都 互打 對 那麼一下子呢 就確立好 就是說 就是以這樣的一個 主帥 或者是主將 來去 爭取這個名額的話 我覺得就是會 贏得 內部的人的團結 對 答案